在建国一百年的风潮之下呢 目前国旗的概念更加时尚了 那么今天马英九的竞选办公室上演了国旗日 所有人的笔电手机都有国旗包膜之外 还推出了国旗的潮梯 喜欢吗 总部说这一切都是非卖品 现在让我们欢迎台湾就在新时代团队出场 跟着头号排排站 马半发言人团队一大早总秀就定位 总共生计了四款国旗的潮梯 分别是站板 朱朱版 ROC版 还有领带板 办公室变成了伸展台 喊口号鼓舞士气 但其实要秀的可是这几款国旗潮梯 传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不够潮 马半金头脑小金亲自操刀设计 ROC简单四样 外加个红色朱朱 抓住流行元素潮得很 但拍赛哦 四种款式国旗潮梯 不外卖要当马半的员工制服 上海罗 幕僚会议个人笔电摊开 红通通一片 国旗包裹闪亮亮 上头还有专属的个人logo肖像 有些喜欢女生喜欢水钻 觉得比较像女生的样子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化的这一面 他们说我比较像纳豆 画出来可以玩像纳豆 所以我还加了一个小水钻 虽然我是男生 但是我还加了一个 觉得比较吵一点 比较酷一点 为了不让国旗形象LKK 马半集思广益 国旗周边品大作战 国旗抱枕 配合加油站的口号 还有滑鼠水杯帽子 就连国旗洋装孕妇装 也是研发品之一 老品牌新形象 抢攻年轻人的心 这次转成一帆 台北采访播放